嗨,我是泰咪 相信很多人呢,在看完《衣袖红香边》之后 都深陷于郑祖李蒜跟怡平成德润之间的爱情故事里 郑祖李蒜生于1752年 然后他一出生就被封为王世孙 24岁即位,可是他48岁就离世了 怡平成世呢,大家都知道他叫做成德润 姓成叫德润 他生于1753年,跟李蒜差了一岁 可是他在不到34岁的时候就过世了 德润的父亲一共结了三次婚 那第二次结婚的时候生下了成德润 他一共有五个兄弟,三个姐妹 他十岁左右的时候呢,就待在慧庆宫红室 也就是李蒜的妈妈的身边 以前呢,有一些王后因为他们自己没有子嗣 就会把一些比较,就是比较投缘,比较亲近的宫女 放在身边,当作类似养女的概念在照顾 其实呢,就是因为在宫中比较寂寞 找一个女儿来陪伴的那种感觉 那虽然慧庆宫红室他有三个小孩 就是李蒜、青眼公主跟青玄公主三个小孩 可是呢,因为那时候李蒜跟他住在不同的宫里 然后青眼公主跟青玄公主两个又已经结婚出嫁了 不能够常常来看妈妈 所以人们都推测呢,因为德润跟他的三个小孩年纪都差不多 所以呢,就是把他放在身边带着 那德润的身份是中人,不是最低阶的身份 所以应该不是做粗活 可能就是做一些比较高等一点的工作 那也有很多人说就是慧庆宫真的是把他当成养女在对待 对他非常的好 在1766年也就是李蒜满14岁 德润13岁的时候呢 李蒜就对德润下了第一次的承恩的旨 可是那时候德润哭着说,就是世孙平都还没有小孩 我怎么可以承恩呢 他那时候拒绝李蒜下的旨,而李蒜也听了他的 那在1779年的时候,也就是李蒜即位三年 27岁的时候,那时候孝毅王后仍然没有孩子 洪国荣的妹妹袁平洪氏在前一年 也就是1778年被检责入宫 可是他在1779年就死亡了 死的时候他才13岁 那因为王后还是没有小孩 所以在袁平死后的隔年,也就是1780年 大家在那个衣袖红香边里面有看到 就是出现了一个和平,很讨人厌的和平 在李蒜28岁的时候又举行了一次检责 那时候呢,就是选出了和平影视当作他的后宫 那时候和平也才15岁而已 其实非常的年轻 那因为他可能也没办法真的找一个15岁的来演吧 毕竟可能大家会很难投入到那个戏剧中 所以呢,和平影视当时入宫的时候 其实才15岁 也就是正五品的上仪 因为承恩后身份整个变得不一样 虽然还不是后宫 但是已经是上宫之中的最高等正五品 那我们就先来介绍一下承恩上宫好了 承恩上宫呢,就是一个当宫女被王灵性之后呢 直接升的一个位阶 她并不需要经过任何的册封仪式 就是当你只要被承恩过 隔天你就会直接变成承恩上宫 承恩上宫会配有自己的住所跟下人服侍 因为在某种层面上你其实已经算是后宫了 只是你的身份还是宫女 宫女之中的最高等正五品 那如果你一辈子都没有怀孕 你就是一辈子都当承恩上宫 但是当你怀孕的话你就可以变成后宫 所以说如果承恩上宫怀孕的话就可以拿到碟子 然后正式变成后宫 可是呢,如果你一直都只有生女儿 那你就身份只能停留在从四品的赎源 也就是后宫的最低节 但是如果说你生了儿子 那你可能就会直接跳到正一品的屏 或者是从一品的贵人 如果王看中了哪个宫女 要求今天晚上那个宫女侍寝 那首先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要先让这个宫女沐浴 净身要洗得干干净净 然后因为怕在 就是在你知道 在某些过程 清热的过程中 然后宫女的指甲 在王的身上留下了一些痕迹 所以呢就要把手指甲跟脚指甲 全部都磨平 就是磨得让你不会刮到隆体 之后呢要进到王的寝殿之前 就是要把衣服全部都脱掉检查 怕有一些人其实是对王 就是有加害之心 然后会在衣服里面 藏着凶器什么的 所以最后是要光着衣服 只会让你带着一条 布还是手帕的进到寝殿 那当一个宫女侍寝过后呢 他必须要在王起床之前 你就要离开 那时候王的寝殿里面 会先备好 就是宫女穿的宫女服 当你起床之后 你就是自己去找到 那宫女服把它穿上 可是呢 外裙的部分就是反穿 就是表示你已经承恩过了 接下来说说在 剧里面非常讨人厌的 和平饮室 那基本上和平饮室呢 他一入宫就是五品的后宫 不是五哦 是没有的五 没有品节 所以其实他是非常高阶的 然后呢 他进去九个月就怀孕了 所以大家都觉得 他以后就是要走花路 因为品节高 家世贤赫 然后呢 又怀了孕 所以大家都非常的期待 可是呢 预产期都过了哦 三十个月过了哦 都没有消息 都没有任何生产的消息 也没有流产的消息 结果 结果他是假性怀孕 并不是真的怀孕 好 那现在要来讲讲 德任拒绝理算的故事了 那其实呢 在历史上 正式的说法就是呢 因为孝义王后没有子嗣 所以德任就是拒绝了王的承恩 他说王后都没有小孩了 我怎么能够承恩呢 那这个就是一个正式的说法 可是呢 坊间就是有非常多的传言 孝义王后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那从历史上的记录 也可以看到 德任跟孝义王后的感情 是非常的好的 孝义王后是一个没有差评的王后 她的个性很好 她对慧庆宫也就是婆婆 对小姑们 也就是青眼公主跟青玄公主都很好 然后还对姑姑也很好 对德任也很好 对其他的后宫也都非常的有爱 然后德任离世的时候 她也非常的伤心 这个都是有记录的 那在孝义王后的形状里面有记载到 孝义王后在中宫待了24年 也就是当了24年的王后 然后呢 在大非殿 也就是东朝 待了21年 可是呢 在她的殿里面 都没有过任何的传言传出来 比如说什么 我们的娘娘说了什么 或是我们娘娘怎么样怎么样做了什么 就是没有任何的闲话 所以表示她真的做人做得非常的成功 而且她表示她管理她的下人其实也是管理的非常的好的 就是一个品德啦 个性啦什么的都非常好的王后 而且女性的想法在古代本来就并不是那么的重要 所以德任呢 她心里怎么想 其实真的没有人知道 她自己也没有留下任何的记录 对怡萍的叙述呢 几乎都是从郑祖自己留下的资料中找出来的 那她拒绝成恩的理由呢 也是郑祖帮她写的穆志明之中提到的 所以就是一个公开的正式的说法 那现在就来讲一些就是没有任何历史佐证 可是呢 就是后人猜测的一些理由 好 第一个理由呢 就是史上承恩过的后宫几乎生活都不顺遂 以前被各个王承恩过后变成上宫或是变成后宫的 很多不是被赐死 就是被毒杀 再不然就是牵扯到某些事件之后被留配 所以呢 基本上过得都不是很顺遂 当然也是有过得比较平稳比较顺利的人 但是因为一当后宫之后呢 就会开始有一些不得不牵扯到一些政治角力 或者是后宫争斗之中 轻则就是受到威胁 严重的可能就是你的生命会有危险 如果家里没有什么雄厚的背景 或者是有一些靠山给你撑腰的话 基本上你的生活会是非常的辛苦 所以有的人认为说得任就是知道这些 所以拒绝了正祖的承恩 第二个理由呢 就是要看英祖的脸色 英祖呢 是李蒜的爷爷 那正祖的爸爸是私道士子 他年轻的时候就将很多宫女纳入后宫 也生了很多孩子 但英祖呢非常讨厌这些宫女生下的孩子 对他们很不满意 所以就有人猜测说得任认为啊 如果理算 如果正祖他也是年纪轻轻就对宫女这样子的话 英祖会对他很不满意 因此而拒绝了正祖的承恩 但这其实也只能解释他的第一次拒绝 因为第二次就是正祖要求承恩的时候呢 英祖已经死了几年了 第三个理由呢 就是怡萍根本就不爱正祖 因为史上真的有非常非常多的记录 证明正祖很爱怡萍 可是却没有留下任何怡萍爱正祖的记录 怡萍他写的一首好字 甚至他还留下了郭章良门路这个书的抄写本 但是却没有留下其他的资料 所以大家就说不知道到底是真的没有写这些资料呢 还是其实这些资料都还在地底没有被挖出来 但本来就是后宫其实也不能写有关王的事情啦 但怡萍本来就是一个非常谨慎小心又很守理法的人 所以有可能他也根本就没有写下这些东西 只是所有的资料都是从正祖的视角去看 这些人的想法就是说他都拒绝两次了 是不是表示其实他根本就不爱他 根本就不愿意成为他的妻子呢 第四个理由呢 就是说他的身份太低伪 承恩对他来说是过分高攀的事情 正祖有写过他的人品 那从里面就可以看到说怡萍一直都认为说 这些高规格的待遇不是他应该得的 他就是一个做事小心谨慎的一个人 所以呢很多人就会认为说 其实他就是觉得自己不应该得到这个恩宠 第五个理由呢 宫女的生活对他来说比后宫的生活还要好 他是中人出身的宫女 那就像前面讲的 他是以几乎是慧庆宫的养女的身份 所以呢受到很多疼爱 跟其他宫女啊 还有像正祖的妹妹们感情也非常的好 他可以自由的跟同事们一起玩 甚至宫女放假的时候他也可以出宫去玩 可是呢如果一当后宫 这些自由就是全部都没有了 就跟在戏里面一样 得任不想要失去这些东西 所以他也一直都不想要当理算的后宫 当了后宫之后当然就是会有很多限制 也会有非常多的权力斗争 这些我想他自己一定也知道 那他在当宫女的时候可能身份都算是蛮高的 可是呢当变成后宫的话 他的身份就会矮人家很大一劫 所以有人推测说他其实并不想要当后宫 是因为这个原因 第六个理由呢 有的人认为他并不是拒绝正祖 而是拒绝成恩这件事情 历史记录里面呢 有说到怡萍的身体并不是很好 他在后宫只有七八年的时间 可是他怀孕了五次 在黄应席的遗斋乱稿里面就有提到 怡萍成世他在1780跟1781年 这两年间流产了两次 然后之后第三次怀孕的时候 才生下了文孝世子 那当后宫啊 其实怀孕之后 你就不可能拥有之前的交友圈 因为你的身体你怀的是龙肿 当然你就需要非常多的照顾跟保护 你就不能随意的像以前一样自由自在 想必压力也是很大的 而且以前的医疗又没有那么发达 因为怀孕生产的过程 身体不适啦死亡啦 或者是你产后没有做好月子的话 都有可能是对你的身体有很大的影响 而且因为得任的妈妈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 所以有的人就猜测说 他的妈妈有可能就是因为产后条理不好 身体不好 所以就因此而去世 那得任看到妈妈这个样子 自然也会有一点恐惧跟抗拒 就是对于怀孕生产这件事情 第七个理由 有的人说第一次虽然得任拒绝了郑祖的承恩 可是第二次他其实没有拒绝 只是在那个时代 因为后宫也是政治的一环 在郑祖之前的时代 就有一些承恩后宫 他们就是后来卷入了一些政治事件 然后下场并不是很好 那前面有讲到 得任他第二次会接受郑祖的要求 是因为郑祖责罚他的下人 但是史料中并没有写说到底是罚了什么 让他同意 所以有人说呢 郑祖就是因为看过以前的后宫那些惨状 所以故意说得任对终殿 其实非常的忠心啦 他完全没有想要当后宫啦 不想要卷入这些政治事件啦 其实就是想要避免 让得任遭受到危险 第八个理由 有人说呢 因为他一直以惠庆宫的养女身份生活着 所以在某种层面上 郑祖呢 就像他的哥哥一样 干哥哥 就像他们就像干哥干妹的概念一样 所以他真的承恩的话 是有违伦理刚长的 但是呢 其实在怡萍跟郑祖两个人的视角来看 其实他们两个从来就没有以兄妹的身份生活过 所以郑祖可能就是一看到他 就是把他当作一个女人来看待 但是在惠庆宫的视角就不是这样了 一个是自己的儿子 一个是自己的养女 所以呢就有人讲说 他是因为惠庆宫的关系 所以不愿意承恩 第九个理由 也就是算是正式的理由啦 也是大家最接受的理由 就是因为笑意王后一直都没有子嗣 所以呢 德任就是认为他不可以接受承恩 因为他为了要守着与笑意王后之间的义礼 那因为德任跟笑意王后的感情一直非常的好 所以大家认为这个理由很充分 但其实惠庆宫室呢 为什么会把德任带在身边 又为什么会把他送入宫中 这个就其实没有人真的知道背后的原因 总之呢 在他流产过两次之后 在第三次怀孕 终于他在1782年生下了文孝世子 那生下文孝世子的当天呢 他直接被生成了正三品的昭容 1782年的年底 在他的儿子出生不到一百天 就被封为原子 1783年呢 德任正式被封为正一品的一品 当时呢 左翼正跟右翼正 选了哲太玉兴随这些字给王选 但是正祖呢 就直接选了移这个字给他 那1784年三月的时候 他又生下了一个翁主 可是呢 翁主就是在五月的时候就夭折了 同年的七月 他的儿子被封为王世子 但是在1786年五月的时候呢 他的儿子就因为麻疹而离世了 那在翁主跟文孝世子死后呢 一品就是非常的难过 因此生了重病 虽然正祖很细心照顾他 可是他还是在该年的九月 已怀孕九个月的生子 就是离开的人世 他正确的死因并没有人知道 可是在朝鲜王朝时 录里面有讲到一句 病情奇怪 静置如此 就是表示他的病在当时的医学上 是完全没有办法解释的 没有人知道是什么病 不过以当时的记录来看呢 他的症状跟认诚毒血症是差不多的 所以有的人认为他是因为这个病而死亡的 那造成认诚毒血症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高龄 高龄产妇 那其实得任呢 在当时已经34岁了 在那个年代来说已经是一个高龄产妇了 所以很多人推测是这个死因 那孝义王后呢 在怡萍死的时候非常的伤心 他们两个人同龄 又是在差不多的时间入宫 所以感情非常的好 在一开始私道世子还在世 他被殷祖处罚的时候呢 那时候殷祖有叫慧庆公 还有叫当时的世尊平 也就是孝义王后 叫他们两个回自己的娘家 可是呢 就是孝义王后他没有回自己的娘家 而是一直待在慧庆公的身边 所以大家推测说 当时他跟一起在慧庆公家里的得任 应该是培养了很深厚的感情 有很多人怀疑怡萍是被毒杀的 可是也没有真正的证据 有好几个传言是不同的人毒杀他 那其中一个呢 就是在剧中有出现的和平影视 在宜家乱稿里面就说到说 和平影视因为涉嫌毒杀怡萍 所以被致重罪赶出去 但是在郑祖实录 城镇院日记 这些史书里面都没有这样子的内容 怡萍死了之后呢 郑祖为他写了 玉智怡萍木志明 玉智怡萍木表 还有玉智怡萍 智记的记文 还有玉智怡萍三年内各记著文 跟玉智怡萍三年后各记著文 木志明的内容真的很长 我没有去翻 我就是大概已经看过了 可是因为要一句一句翻 其实还蛮花时间的 我就没有翻 如果说真的很多人想要看 郑祖帮怡萍最后留下了什么样的文字的话 我再来翻给大家看 但我觉得看完木志明的内容 就是可以感觉到郑祖真的非常的爱怡萍 而且他在里面对他就是满满的夸奖 夸他的人品 夸他的个性 夸他对其他人都很好 然后夸他之进退 名辩是非 什么什么的 我想郑祖一定就是希望怡萍 可以永远留在他跟世人的心中 所以才会为他留下了这些资料 那其实呢 一个王要给后宫写 木志明写这些东西 其实在历史上几乎是找不到的 这是真的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 而且他里面就是还有写到说 自己用惩罚吓人的方式才得到得任的首肯 其实我觉得这内容根本就是在黑他自己 但是他愿意把这东西写出来 所以表示他真的就是非常的爱他 那郑祖对怡萍的爱真的是没有人怀疑的 所以他们两个的爱情才会变成后人家话 那大家看完衣袖红香边 应该就是一直都沉浸在他们两个的爱情故事里吧 今天呢就是用这段影片来稍微跟大家讲一下他们的爱情故事 用这个影片一起来稍微学一下他们的历史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 然后也不要忘记要在YouTube按下订阅跟小铃铛 这样之后有新影片才不会错过 今天就这样 拜拜